这一集客户定制的视频我们得从一个投诉开始 如果没有这个投诉的话 我估计这台118我也不用拍视频了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就我们这位上海的客户 他看中了我们深圳站的这台里程非常短的118 然后他就很快的把它给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之后不是要做保养吗 我们给客户的报价建议使用的是5W30的机油 但是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种种的疏忽大意 我们最后给他灌装的是0W40的机油 所以这个事情让客户非常的恼火 这里请充许我开脱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事他疏忽了 前面的工单和后面的这个实际贯装的机油不一样 这个是没话可说的 但是对于宝马的这个1.6T的发动机来讲 0W40的机油其实是一个更加常见的这样一个使用的一个年度 对于发动机来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使用5W30的机油呢 的确是能够降低它的一些油耗动力响应各方面 都会有一些更加灵敏的这种表现 但是你加0W40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台车呢是2013款118的领先型 2014年上牌 现在里程数只有2.7万公里 成交价格8.88万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给力的 甚至比它这个2.7万公里的里程数还要给力 因为现在你去往上去看各种各样的在售的118的车员 可能5万公里6万公里的车子都要卖到8万块钱 如果说里程数能掉到4万以内 哪怕就3万多公里这个价格都要比8.88高很多很多 因为里程数非常少啊 我们这台将近9年车龄的车子 它其实整个机械的状态底盘的状态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开起来就是那种人马合一的感觉 就是那种小宝马的那种灵动的感觉 在它身上淋漓尽致 但是说实话在外观上面这个9年还是留下了一点点痕迹的啊 你看这边有一些小小的划痕 然后这边也都有这个划痕还挺深的 看上去啊 这个是碰擦的对吧 但这个就不太像 这个应该是被人给嘎出来的 然后像这一侧就好很多了啊 没有人为操作过的痕迹 内饰方面 如大家所见真的是无可挑剔啊 这个车子反正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时光或者磨损的这种情况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脏屋 各方面都非常的可爱 真的就好像三四年前四五年前看到的那种很多准心的摇拔的那种感觉一样 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边有一个行车记录仪 前后都装的那种比较高端的型号啊 它还都是悬挂着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的买下这台车的客户特地要求的啊 他要亲自来提车的时候 把行车记录也给固定好啊 他的视角要调节到自己喜欢的状态 这台车其实是我们的这位客户爸爸买给他的太太开的啊 作为他日常代步的一个工具 对于女生来讲这样的车子开起来既得心应手 然后呢也比较的娇小 停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也是非常适合 但是他也跟我说了啊 就是他很热爱驾驶 所以这种前之后驱的小车 他肯定是要偷闲目控来把它好好的玩一玩弄一弄的 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 他对于宝马的这个热爱的确是不同常人啊 他跟我讲了之前一个故事 就是他应聘过他家附近一个上海比较大的宝马赛斯店 应聘的岗位呢 就是从大库啊 就是停车的库房 到斯斯店之间来回运输的这样的一个调度员 然后会做一些检查这样的工作 但是他应聘失败了 因为别人来这个斯斯店打工 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 他来这边打工 纯粹就是为了尽情尽心的开宝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